好 剛才我們的問題問今天來參加我們這個天網地網上的網友 給了一個問題 你說那個電視封雲 哪一班人最得益 誰舉手答 想到 有哪個 有哪位 你答吧 我猜是買了無線股票那班莊家 因為不會跌 無線股票 買無線股票 因為如果去廢物牌 無線股票會受到別人股票 然後不發 他們不會跌 那一個答案 還有哪個 羅惟基 是 你說 因為他現在主要是弱勢 強勢比弱勢者 過去幫他 那他有什麼得益呢 得益 有沒有排他的得益 現在他自己得益 不然很多錢 他只是用公司錢 我都要用他的錢 他公司已經說他都有份的 他那些大股東你都有份的 那些錢都出來了 那什麼呢 羅惟基低億 還有哪個人說 有哪個得益 最大得益的 有哪位就有其他意見呢 你這個容易答過無花無酒 有哪位有自己的意見說的 上網去看政治 又上網去看那麽多社會運動 那些人誰見誰非 那你都有一個賽後檢討 來一個總結 那條字封文搞到現在 那誰最大得益者 誰現在 我覺得有一班集團 即是反梁振英 不是表面上民主黨的反應 我猜是以前之前唐英年那班商家 以及公務員 即是唐英的刑 唐英背後人 我想是財產商為主 財產商為主 即是他打斷了梁振英的威信 他在阿爺背後的背脊會比較容易 他們都想快點回家 即是說梁振英股街 還有公務員那班啟氣 我想都覺得是第一 會低的 公務員也是低的 老闆不行 沒人管 老闆不行 沒人管 還有哪個問題 是 我覺得梁振英得益 為甚麼 因為他是代表共產黨做打手的 他現在站得這麼硬 走出來 對不對 他最得益為他 現在全民都反他 他高依然企硬 即是放在背後 一定是有中央已經有人指示了 我一定要他企硬 你就要出去講 受就你受 你受債他 你做出的 他就得益 他就領工 怎麼攻快才行 他現在做特首 張良肯定有官半席 放下都留給他 以為他不會肯 你不要說張良 你知不知道做不做盲美 我就覺得他會做到盲美 因為背後有人支持他 做誰 有誰有意見 有誰有自己的想法 哪些是得益者 好了 結束了 我私人的意見 你說一半 最大得益梁振英 所以他走出來很開心 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 洗腦 不 另外最大得益 就是中聯辦他們 中間政府的政策 所以這幫搞民主 搞政治民主 和這幫猛豬 那些法民團體 就全部摸出來 我們示範一個古語 就是 是指依能去 我上次講了工藏典蒙 還有一句是 是指依能去 就是你做事 你要計算了數 能夠做得到的 你就做 做不到就不做 他這幫不他產 打過民主招牌 古靈精怪這幫人 就沒有評估到 你不行 你開什麼鄧決法 他退回來 他當現在沒有事發生過 他都不會全部錯了 第一 中聯辦可以明目張膽出來 我們可以跟議員之中 可以慫恿他不投票 正式可以干預香港 他製造出來這幫法民主辦 第二 中央政府感覺到 梁振英 他是有能力 四面受敵 又是八年威風 不是很多品牌 不是 八年威風 現在變成局面是怎樣的 楊振英前面 我可以寫兩個美術詞 叫吹咩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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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幫補王黨議員 那幫補王黨議員 那個屁後面 就掛著一個 一個益文字叫做 Welcome 即是被人吊老毛街 全部有 下晚陪葬 被梁振英過了一段 你爺爺吹雞 你們去埋位 支持他 所以梁振英挺開心 這幫補王黨議員 去撐我 但是 你不妥我 這個撐我 是啊 你吹的就是 是啊 你凡主賣 下晚做了烏咀狗 得過廢自 沒有受告的 因為鄭偉俊也不會投棄票 是啊 他完成了最大的得益就是梁振英 第二得益就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 他直接也都告訴你 在這個政權立場 他們欺負我 有大有小的 現在你拿著我拿著 你沒有分裝下 我是政府啊 大哥 權力合身 他是權力的持份者 還有他梁振英呢 你都最大的得益就是 我們看他不根據那個港管局 那份報告的意見 他們說給三個牌 他給了 然後就是不給 就是 是好事來的 對香港 楊先生開始 是有能力去殺這些公務員 不需要聽你說 以前英國人 就是公務員交完之後 他的行政局 吸條章等等 即是公務員的勢力 在下面玩東西 那些是來了補的 那為何楊振英 他是可以執行到這件事呢 所以他是大得益的 他得益了 就是將他以前過去說 他無能無性 什麼差事 站不穩呢 現在站得穩 阿爺需要這種人 中間政府需要這種人才 他是不需要跟你考慮那些政治 和你道德的 根據實際情況出發 明白嗎 我現在告訴香港市民 很多位給你轉 是啊 對社會 當然他會辛苦一些 但對社會 如果他能夠把得到 行政主導的力量那麼強的話 香港是可以有得救的 變得有很多政策可以動動 因為工門又玩東西 民水主義又玩東西 這些柴子政筆又玩東西 那麽社會怎麽做 好的政策都和你玩 即是現在可以歸到哪裏 現在可以歸到哪裏 現在可以歸到哪裏 而有波打就歸到哪裏 是啊 那麽很嚴重的政策 對整體社會是OK的 但當然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 你個人的情緒化去看世界 那些政策的就 少了那種 VV娃娃的人 他都沒有屬失的 但他們是害了香港的人 他們不知道的 你要評估的 你搞完之後 現在退回來 你是助長了他梁振英的威望 你逼他用這種強硬手法 他現在成功了 他這個成功呢 是你民主黨派搞出來給他 如果他當日 那個牌不好了 你們不吵 黃黎基跟著說 但你繼續說是沒有上眼 我原來我提電不夠 我再修正再申請一次 那些人發動就支持他 再去申請 再拿牌 那麽沒有那麼吵 他就再申請過 第二個情色呢 就是你黃黎基先生 立即跟小超人聊天 因為小超人很貴 那麽反叛性 喂 弄兩份相 那麽都可以 都可以 跟拉開台拍台 是嗎 做生意 做生意 是不是 你拿個牌 我提供我的資源給你 我有劇集 我甚麼都有 兩份相 這台戲還好看 現在還未遲 一小超人不捨你 梁振英 他又不捨你 他又不捨你 半個檔 我最多不差 他老爸都不捨你 他連他老爸都不捨 所以這個是最快的 我拍著浪台 兩份相 是不是 或者你賣六成給我 你小超人都可以留下幾成 或者你五十一 我香港電視拍下去 剩你一半又可以 那大家做生意分錢 做大些 真是從世大 兩國拍賣 是不是 那你便沒有了社會 這個真理的震盪 是不是 現在你這種古惑仔 這種抽水有 整檔香港電話風雲 你就製造了百多人出來抽水 每天都要 大家爺爺很開心 看到下面的雜保王檔 所以爺爺和梁振兄都贏了 他們都贏了 他們都贏了 搞得大陰振兄 他們都贏了 搞得大陰振兄 他們都贏了 他們都贏了 搞得大陰振兄 你看到你們在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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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看得哪些石頭輸 香港人是沒有輸的 香港人是沒有輸的 好 好 好